2021最后上班日 许多人的心早已蠢蠢欲动 还不到下午三点 各地都已经有车潮涌现 截至下午三点 国道全线交通量为56.7百万车公里 预估本日的全线交通量为109百万车公里 古武南向石定到平宁 以及古武北向头城到平宁路段 目前都是车多拥策的行星 显示现在已经有前往移花东旅游 以及预备跨年的民众 早已开始塞车的国道5号 31号起早上6点到12点 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另外扎道封闭情形 国道5号南向时定平临扎道口 31号跟1号将封闭到中午12点 国道1号在首日的南向平正浦岩系统 1月1号的南北向 以及收假日的国道1号3号北上方向 都将实施扎道封闭管制 同时高工局也公布了 元旦首日国道地雷时段 在国武南向南港系统到投城路段 预计在明天的早上5点到下午4点 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 国英南向阳梅至新竹路段 都会在早上7点到下午3点 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 建议用路人可以走替代道路 或是选择下午再出发 另外高铁部分在元旦输运期间 一共加开了南下67班 北上71个班次 总计5天下来提供875班次列车的旅运服务 另外在30号这天也在晚间再加开 南港到左营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 而高工局也提醒 若是跨年当下正巧在高速公路上 切勿为了看烟火放慢车速或是临停路间 最高可储6000元罚还 迎接元旦廉价 不管是出游返乡都要以安全为上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